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通过编写代码实现了 去获取我要抓取的这个页面 HML内容的一个功能 这节课我们来实现对内容的分析 把HML上有用的内容提取出来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项目 在这里因为我要提取页面上的一些信息 我打开这个页面 我要提取哪一块的信息呢 我要提取每一个区块上标题和人数这样的信息 所以我要对HML进行一些分析 才能拿到这些信息 那我们就可以安装一个叫做chair.io的库 这个库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通过 这query类似的语法 去获取到页面上的各个区块的内容 那我们来安装一下这个库 np install chair.io 刚刚save 庆下屏 然后我们在这里引入chair.io 大家会发现 它和一开始我们引入superagent一样 飘红 那什么原因呢 也是因为它没有类型定义文件 或者说它呢 原本不是用ts写的 它是用gs写的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翻译文件 帮助我们去解析它 那我们就npm 粘贴一下就可以了 杠大d 把chair.io对应的类型 定义文件 安装一下 这个时候就不报错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chair.io 我们怎么用它呢 我们说现在啊 raw.html已经有了 那我们呢 就是对raw.html 这段html进行分析 所以在这块我可以定义一个 list.io get json info 也就是获取最终的 json的信息 那这个名字 大家可以自己再换一个名字 都ok的 我们写在这里 getjsoninfo 或者叫做getcourse 因为我们获取的是课程的信息 就这块改成getcourseinfo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raw.html传过去 上面呢 我其实用了一个private seal的属性 现在呢 我可以把它去掉了 我呢 直接把result.text 传给getcourseinfo就可以了 getcourseinfo 要接收html这样的一个参数 它的类型应该是一个string类型 没问题 代码写的正常 我们继续啊 在这个函数题里写内容就行了 那 chair.io怎么帮助我们分析这个html呢 我们可以打开chair.io的 github的官方定值啊 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里 大家可以到github chair.io.js chair.io里面 去看一下啊 你要分析 很简单 首先你调 chair.io的load的方法 对应的html的内容 解析一下 然后就可以通过 然后就可以通过类似 github的语法 去获取它各个部分的内容了 那非常好用 我们直接这么用就可以 回到代码里面 我们调用 const dollar 等于 chair.io.load 把什么传进去呢 把我们的html 字符串传进去 就行了 然后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像 dQuery一样 去操作 HML里面的内容了 那我们想找到页面上呀 我们看页面啊 我们想找到页面上 这个部分的区块 获取到标题和数字 所以我们打开控制台 看一下 在HML上 这块的东西 它统一的放在 每一个courseitem里面 大家来看 第一个courseitem里面 有一个coursedsc 好 我关闭掉第一个courseitem 还有第二个courseitem 第二个courseitem里面 一样有dsc 所以呢 我们先去找courseitem 到我们代码里面啊 我们const horseitems 等于dollar 我们去找谁啊 找这个class的名字啊 来找一下 costitem 然后我们可以 console.log一下 costitems.length 保存 npm run dv 回车 我们来试一下 它会打印出一个4 就说明呢 现在我们获取的 这个数据是正常的 有四门课程 都拿到了 接着呢 我们要去写一个 循环 course 它的语法和gQuery一样啊 所以大家如果gQuery输的话 这块就没什么问题 而且你看 因为有tapscript的支持 你所有的语法 它都会给你非常明确的提示 它会告诉你 第一个参数是indexed 第二个参数是叫element 那我们呢可以直接 $element 点 我们在这每一个costitem 也就是每一个这个区块里啊 去干什么呢 去找里面的costdsc 我们去find 点 costdsc OK 在这儿给它一个const 叫做 什么呢 叫做dsc s 好 第一步我要获取它的title 那怎么做呀 consttitle 等于 dscs.eco 为什么用eco呢 因为这里它有两个costdsc 我们要找到第一个里面的内容 所以在这儿我用eco 0找到第一个 再获取它的txt 这是gQuery的基础语法 对吧 所以console.log一下 抬头我们看一下 获取的是否正确啊 没问题 四个标题我们就爬到了 接着我们再爬取这个 每一个课程 它当前学习的人数 一样的 我们只叫const count 等于 dsc.eco.text 当然 这块你光获取到text 实际上是不行的 因为text里面呢 我要获取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是被中文的一个 冒号 间隔的 所以我复制一下这个冒号 回到我的代码里面 我呢 对它进行一个split 通过冒号做一个分隔 我再去选用它的1 是不是就能获取到这个count值了 我把鼠标放上去 title是个string count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string 所以这块我该怎么做呢 我该parse int 给它变成一个number OK 这块是会保存的时候 自动帮我做一个格式化 因为我安装了一个pre-tier 这样的插件 我console.log title count 保存一下 咱们再实验一下 清一下平 好 not a number 我们看一下哪里写错了 这块我们应该写 1口1 这块报错 是因为我这块的 1口0 的问题 现在我们应该获取到 第一个 也就是 这个1其实代表 下标1代表 它是第二个 叫做 costDSC的内容 所以我是获取到页面上 这块的内容 刚才我写成0的话 实际上获取的是 这块的内容 所以有问题 我写1的话 就不会有问题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试 OK 还是有一点问题 我们来看 哪里写的不对 我们把这个 passint 先给它去掉 我们直接 这么去写 保存一下 我们再来运行 它会提示 已经是96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原因在哪呢 我们在这儿 再来一个 parse int 多好 10 好 保存一下 重新实验一下 OK 没问题 刚才可能是某个细节点 我们的语法写错了 现在就可以获取到 对应的标题和数字了 那得到标题和数字 我肯定希望把它存储到 一个数组里面去 所以在上面呢 我去存一个数组 const叫做 course inforce 等一个空数组 然后呢 每次循环 我希望给这个数组 去增加内容 那我们说 course inforce 点 push 我们push一个东西 就是 title和 count 我把这块 给它 干掉 那大家呢 如果把鼠标 放到 courseinfo上面 你会发现 它的类型 是一个 any类型 那其实我希望 courseinfo 它其实里面 就是存储的 像这种 title和count 对应的 数据 那么我们其实 应该给它定一个 类型 我们写一个 interface course 它里面会有一个 title 是 string count 应该来一个 number 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在下面去 用这个类型 怎么用啊 我们说 找到 courseinfo 我把下面的东西 先小一点 清一下平 在这儿 我让它的类型 就是 course 后面跟一个 口号 表示它是一个 书组 一开始是空 书组里面存的 都是course 这样的东西 而现在呢 我存入的 确实符合 它的要求 有title 有count 但假设 我再给它一个别的 不给count 它就会报错 鼠标放上去 它就会提示 我们说 你这个title string 不能给到 这个course 因为什么呀 count缺失 好 所以把count 加上去就行了 OK 这样的话 我们呢 就把 courseinfo 构建出来了 那构建出来的东西呢 实际上 并不是我最终 想要的东西 我呢 当前时刻 它的标题是什么 销量是什么 其实 还缺少一个 当前时刻 那么 我的数据组织 应该再去 再从包裹 一个当前时刻 所以我定一个 const result 等于一个 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呢 有一个time 它等于 new date 点 gettime 获取当前的 时间戳 而它的 数据 才是我们刚才 获取的这个 course info 好 我们构建这样一个 result 数据 然后在这打印一下 result 数据 保存 运行 npm run 第一位 把它拉大 大家可以看 这个时候 我就构建出了 其实我想存储的数据 time 一个时间戳 对应的data 里面的数据 每一个课程 在这个时间点上 它学习的人数 有多少 我们就统计出来了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把统计 这块的东西 或者说数据生成 这块的代码 写完就可以了 我呢 把console log 可以先干掉 先留在这 下节课我们再改也行 这节课的内容 就这么多 大家 加油 加油